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跟你们来做一个刷子的review 然后今天有两套刷子 当然还有一些彩妆 我试用了一个新的眼影 就是smashbox的这个相机的这种镜框一样的 我今天试用了新的口红 是CT家的这个 就是两个小口红的这个套装 当然重头戏还是今天的刷子 一个就是我买的这个 哇这个真的太美太美太美了 这是It Cosmetics和Severage 一起合作的一个套刷 等于说这个套刷就只能在Severage上买到 当然我抢到以后就断货了嘛 我就约没有了 但现在他们又补货了 我就赶紧把这个视频给大家出出来 因为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这个 还有一组刷子是PR寄给我 这是他们从香港给我寄过来的 这个样子 他们还给我写了一张卡片 然后里面有一个 这个还没弹 因为我已经用过了 然后他们的刷子就是非常小巧的 就里面有500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柔软的腮红刷 然后我就把这两个刷子就组合在一起 来给大家画了一个今天的这个妆容 所以你们感兴趣的话就继续收看吧 今天刷子我都很喜欢的哦 我今天是来给大家说刷子 最主要是说刷子 当然我也会画一个妆 买了一套刷子 特别的想给大家做一个开箱 然后它是一个这样大的框框 然后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里面是一个小包啦 收到以后真的被它惊艳了 特别特别美 就是它做的是质量很好的那种 不是说我想象中可能有点塑料感啊 因为他们家刷子都是双头的 所以它下面这个还有一个头 我一会会一个一个给大家看 然后里面的这个小包就是有点像那种手包一样 就是你参加什么活动啊什么的 你可以拿着的一个手包 是像这个样子的 就它是挺长的 然后质量也很好很重 然后这个包其实我当时想说 这个拿来装刷子不实用嘛 因为它太重了 而且也太占地方了 但是其实这个真的可以当做一个手包 你去参加活动什么的就可以背它 就是拿在手上 里面有个巨大的镜子 然后这是干燥剂 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非常的美 就是那种rose gold 玫瑰金的感觉 里面是一片一片的那种小的那种花瓣 当然是做的假的啊 当然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很值得的 因为这个套装并不是特别的便宜 还挺贵的 所以我拿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说 嗯 物有所值的感觉 其实它们家刷子一直都还挺贵的吧 就是这几个刷子加起来 肯定是超过它那个价值的 还有一个是一个刷子的品牌 寄给我的PR包裹 他们并没有让我拍视频 但是我收到的时候我就想说 我既然买了这个 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就是 顺便就一起用了 给大家看看 这个包裹是从香港给我寄过来的 然后我没有背水 所以欧洲的朋友可以放心买一买 然后这就是他们寄给我的卡片 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太啰嗦 对 就写了这么多 我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吧 首先就是里面这个海绵蛋 那些奇奇怪怪的颜色 我反而觉得有时候 就是不是那么好看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粉色 配白色还挺好看的 然后里面它有这个 小的这种小包包 我当时才说到这个时候 我说这是什么 名片夹吗 我根本不知道干嘛 后来我看到他们家刷子 我就知道他们就什么意思 这个是他们家最出名的一个 好像是一个腮红刷 非常非常的短 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是Cosmetics的刷子 这是他们的刷子 就差不多只有一半 比较便于鞋带的那种 可以放在包包里 随时拿出来补妆的那种 一刷多用 然后比较的便捷嘛 我来几把这个眼影刷 我觉得所以说 他们给我配了一个 这个小袋子 可以全部把这些眼影刷 装进这个小袋子里面 我就可以随时 放在包包里补妆啊 或者说 因为最近我真的是 是很少在家里化妆 因为太忙了 都是在车里化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挺喜欢刷子的 收到的时候 真的很开心 好 我洗完了 它真的长大了好多哟 然后它这是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切面嘛 然后这还有一个 小小的这个切面 有些美光弹 就算打湿了水 都还是有点硬硬的 有点韧性的那种 它真的是很软的那种 我来上妆看看 好 我先来上一个 先上一个妆前吧 妆前因为这个要用完了 所以我就想尽快把它用一下 BECCA的那个 光泽保湿妆前 刚刚我什么都没上 比如说是上了一个保养品 但最近我皮肤还可以 所以敢比较素颜的 跟大家说这么多话 粉底 因为我本来想用粉霜的 但是我想说湿刷子嘛 大家毕竟家里粉底比较多 我就用这个CT家的这个粉底 就它是比较流动性的 好 然后我就挤一点在这里 我先上一边给你们看看 我先用刷子上这一边 刷子是用的他们家的这个 这个粉底刷特别出名 大家有就如果关注美妆的 都应该知道吧 这是好多好多博主的大腿 就说是最好用的粉底刷 Cassion Lice也推荐过 但我一直想买他们家 新兴的那个 但这边买不到嘛 然后正好这个套刷里面 就是他们最火的粉底刷 所以我就入了这个套装 然后是不算特别大 这个刷粉底的这个头 这是比较小的 然后我就来刷一下 哎呀真的好用哎 天啊 就一下就刷开了 我看他们说都是要这样打圈 这样刷 它的那个毛的那个密实度 感觉是刚刚好 好开心 我喜欢 我觉得好用 刷出来很均匀 我来近看看 有没有粉痕 因为我看其他博主说 这个刷出来就是没有粉痕的 因为像Artist刷出来 基本上也是没有粉痕的 但是这种比较蓬松的 刷出来没有粉痕 我觉得很不容易 真的可以就这样 厉害 你看它的刷笔 有多美 哦 这个套装 大家能抢到肯定抢 真的 然后我来上一下这边 用这个蛋蛋来刷 因为这个粉底液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遮瑕度 它只是那种比较有光泽的粉底液 但是你是可以叠加的就是 我一般上粉底液都涮得比较薄 好 我就用这个面好了 一大坨的这种平面来拍 它有点软 你需要去固定住它 然后刷出来的那个妆感 也比用刷子刷出来的遮瑕地低 就像这种美妆蛋嘛 就比较适合用在那种比较厚重的粉底上 还有就是遮瑕什么的 很容易就拍开了 其实我鼻子啊 或者说TQ 我还是喜欢用美妆蛋上 因为更服贴 大家觉得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吗 其实我觉得还好 没有 嗯 我觉得差不多 就是这个粉底 为什么我现在用 觉得有一点点的黑呢 然后我来上一下遮瑕吧 其他我就先不管了 嗯 遮瑕我用NARS的这个遮瑕 这个遮瑕算是非常好推的了 然后正好这个粉底刷的这面 是一个遮瑕刷 我就直接这样吃进去 然后遮在这边 就是我刚刚用刷子上的这边 我来遮一下眼下和一些 有瑕疵的地方 鼻液 然后再用这个把它晕染一下 因为这个遮瑕啊 就很好推啊 其实不怎么挑用工具了 我其实真的蛮喜欢这个刷子的 哎呀 而且它真的太美了 太好看了 真的 我还是用这个吧 因为我不想沾手了 我还是把这边刷一下 但是我用美妆蛋来把它晕染开 然后我就用 用这一头吧 这种圆圆的一头 因为它这个切面太小了 可能就比较适合用来压 就是眼不打底什么的 这个妆感我挺满意的 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皮肤还可以 定妆 我来定妆 它们里面配了一个 其实它里面说的是 它可以是腮红刷 也可以是那种powder brush 所以我就用它来定妆 定妆我用areglass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刷子 是很像real technics这个刷子了 但是它的毛明显更多 更密集 然后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刷子 因为它我自己觉得是渣的 但是它刷腮红还是很OK的 就刷出来也很均匀也很好 确实性价比很高 但是我就是觉得它不够软 然后不够上脸 不够让我愉悦的感觉 但这个我摸到的时候就觉得 好软好软 看 我其实没想到 它们家刷子这么软 我以前老是觉得说 因为我以前就看大家 经常推它们家刷子嘛 就是说是做的最好的纤维刷 因为它们不是动毛的其实 我就想说真的有这么好吗 因为我用过好多好多千维毛的刷子 但是我拿到这个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软哦 好 然后我再把它插回去 好 然后我来用一下眉毛 眉刷没刷 这个就是它在盒子上没有写 它是什么刷子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点的 这个号数是20 它真的好小哦 这个是Mac的224 然后这个是它的刷子 一半 我来用这个 眉胶 这个是benefit的 它里面其实配了一个 这个小的这种刷子 就直接这样沾 看能 还是可以吃进去的 因为我怕是刷子太大 因为这个瓶口非常的小 你刷了这个 以后其实有点不均匀的 我都是在这个盖子里面 然后这样打一下 它们跟我说是 这个眉刷非常非常的好用 非常非常的快速 就可以把眉毛刷好 就是上起来还蛮均匀的 就是不会说 一上上去就一坨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今天试用的膏状的 一会儿我们再来用一下眉粉看看 虽然我没有用在脸上 但是我摸了一下 我就觉得我应该会蛮喜欢的 这个Suku的眉粉 我一般用这个眉粉 其实都是用它们配的这个刷子 因为Suku的刷子就很好用了 但是Suku的眉粉刷 我都不会用来上膏状的 因为我怕膏状的 用了那个刷子 要尽量洗嘛 这个号数是11 但希望我没有弄错 它们说的鼻影刷是不是这个 因为我一直都用的是 Mac 24来刷鼻影 因为它是源头的 因为我的鼻子不是那种 特别有棱角的 所以我就需要这样 转转转这样转下来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 比较有棱角的刷子 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适合 那种本来就长得比较明显的一些人 我不知道试试看吧 今天是阴天 其实我还蛮喜欢阴天录视频的 因为如果有太阳照着 就会一边亮一边不亮啊什么 所以我就这样刷 然后顺便把眼窝的地方带一带 忘了打眼不得力了 算了 在镜头里打中了一点也无所谓了 再带一下这个 这是他们的眼影刷 是12号 有点像Mac 217我觉得 对 差不多的样子 我就用来上一下这个 WT905 上在我的 B 需要打亮的地方 然后我再来上一下修容吧 因为我想先把脸部的上完 然后再来试他们的眼影刷 这个是他们的4号刷子 原来他们还有号数 这个是修容刷 我猜想的应该是 因为它是这种比较斜头的 其实你也可以用来打腮红 但是我今天用它来打修容 这个CT家的 然后用他们这个修容这个颜色 修容 哎呀 真的好用哎 他们刷子 而且又好看 好好看 然后 发肌鲜的地方 其实刷子的review很少能够 不知道怎么给大家讲 因为这个确实是 自己真实的 用在脸上的一种感觉是 有一点点很难描述的 特别的均匀吧 又有一种 自己用这个刷子很开心的感觉 好把它插回去 然后我来用一下这个腮红刷 然后它里面讲的这个腮红刷 是又可以上高光 又可以上腮红 好高光用这个 也是他们家盘子里的这个 哎 这个毛真的非常的软 有点像那个 Bingos的那个 为什么要的刷子能用软度 其实我更喜欢先刷高光 再刷腮红 大家能看到这个光吗 腮红我打算用 因为我一会儿要用这个来画眼影 这是KT送给我的 Smashbox的一个眼影盘 色号是Pick Me 我就用这个 这个其实是眼影 我用它来刷一下腮红 现在是一个肉粉色了 刷腮红有没有问题 不错 因为其实你就是拿这种眼影来刷腮红的话 可以明显能感觉到它能不能晕染开 如果不能晕染开的话 就是一个悲剧 它这个粉色还是有一点点带 Bron的那种粉 有刷眼的这边 在这边好看 我觉得我喜欢的低调的腮红 然后我就来画眼影吧 推进一点 有过去吗 它们的眼影刷 这把我特别喜欢 19号对 这个就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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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这种 我很喜欢用它来晕染 就是这种角角的地方和下眼线的地方 这把刷子很实用 因为有些国外的刷子就没有做到这种 还有这把是扁平的 是17号 我先用这个烟粉色一样的 就刷腮红这个颜色 用的是这把像217的这个刷子 因为上面没写号是我的要疯了 可能它这个是一套卖的 A刷在眼影上 的确更显色 说明刚刚那个腮红刷 真的是比较能够很均匀的上的那种刷子 然后下眼瞼也带一下 那这一个颜色就已经很美了 好适合春天的一盘 然后用这个刚刚这个鼻影的刷子 让它带一下边边 因为我的眼窝不够深 所以我一定要把那个眼窝带出来 我给大家试一下这三个颜色 其实主要是试这两个亮片色 现在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像我刚刚画在腮红上的时候给大家说的 就比较带棕调的一个肉粉色吧 就是不太会显肿 然后还有这个亮片色 还有这个 这两个亮片色咋有点像呢 我当时其实喜欢这盘 就是喜欢这两个亮片色 粉稍微有点粗 就是它们那个比较扁平的 可以叠色的那个刷子 下面这个 用这个刷子这样沾 然后把它拍在我的眼皮上 有点紧张 千万别掉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亮片色啊 就有点太闪 它就不像比如说 City他们家 或者Tom Ford他们家 那个亮片色 如果你叠加的少一点点 是可以日常使用的 因为日常的时候 你不可能只花一个这个 然后就其他妆很淡嘛 可能就不太搭 所以这个就比较适合晚上啊 或者节庆的时候 很闪是不是 因为真的好闪哦 就很小很扁的这个刷子 我用这个Addition的85号 这颜色很温柔 很好看 这样的 然后上在眼尾的地方 其实我现在天都已经黑了 因为太阴了 但是还好 这个相机还挺可以立的 嗯 我觉得今天的掉粉情况还OK 之前我有一次用 就不太小心 就掉到下面来 天啊 我还没用这个 它这个还有两个刷子 没用 我看看这是啥 遮瑕刷 我没有用 因为我刚刚就用另外一边 就遮瑕了 它是用扁平的 哇 这下面也跟那个其实差不多 这是我刚刚用的那个 粉底刷子 这一头的遮瑕刷 这边这个刷子 配的遮瑕刷 我觉得是一样的 对 有一个稍微大一丢丢 还有一个是这个眼影刷 是这样的 有点像那种 非常非常蓬松的 遮瑕边缘的刷子 正好再遮瑕一下 诶 正好我还没有提亮眉骨 我来提亮一下眉骨 这个文艺复兴盘里面的白色 来提亮一下眉骨 其实你用随便一个白色就行了 好 这边还有一个那种 很小很小的遮瑕刷 应该算那种小延熏的 那种smudge的小刷子 这两个就是那个套刷里面 所配的两个小的刷型 因为它两头都是小的 我先把眼线和睫毛补齐了 再来给你们画口红 好 然后我来涂口红 口红 今天也想给大家试一个 最近买的口红了 哦 我买了一个这个口红 我也发在英雄外面上 它这个包包也挺可爱的 打开里面就两只口红 我来给大家试个色 它里面两个颜色 我自己都觉得挺日常的 然后挺显白的 是这两个颜色 我把色号打在屏幕上 是不是这两个颜色 都还蛮日常的 对 我今天想涂那个 showgirl那个颜色 我的嘴唇现在就什么都没上 有点残留的粉底 要不要擦掉 擦掉 然后这就是showgirl的颜色 我在这个上面看嘛 就感觉它的颜色会有一点点的深 有点像开放地的lolita的那种感觉 但它涂在嘴上就会显得更浅 它这两个颜色的口红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刷在手上会更深一些 涂在嘴上会更亮 然后更提气色一些 在中间叠加一下这个 too bad i'm bad 其实这个颜色有一点点浅 还蛮多人喜欢这个颜色的 是个网红色 然后抿一抿 这就是今天的妆容 然后今天给大家测评的刷子 这两套刷子我都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实用 然后也 我自己也真的很喜欢 这个粉底刷真的好好用 好好用 唯一就是这两个刷子 我没有在视频里面 很好的给大家用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下次会尝试 用单独用这两个刷子来画一个眼妆 看能不能就是比如说假期的时候 就带这一套就够了 还有就是PR寄给我的 这是一套眼部刷 这个眼部刷真的还蛮实用的 就是我今天的眼妆 就可以用这一套眼部刷完成 加上眉毛 这个腮红刷 我自己也觉得像他们说的一样 真的非常的柔软 然后非常的好熨染 就是我今天的腮红和高光 都很看出来 非常的 就是没有界线的那种 真的很漂亮 还有就是他们这个海绵蛋 真的到现在为止都很 嘟嘟的 很软很软 但是这个海绵蛋我想多用一下 因为只用了一个粉底 当然不公平了 我想多用几个粉底来试试看 不管是我收到的 还有我自己买的 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自己心情是很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 那就你们 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就记得给我点个赞 拜拜 下期见 我自己都可以试试看